我们作为在马来西亚的 大概至少要有三年以上在马来西亚的 我们这个人群 其实我们发现 我觉得我们也是对马来西亚的看法 也是最有发言权的 所以我们今天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 也是主要是针对目前可能中国网民 对马来西亚的国家 政府和人民的可能一些 出现了部分的网民 当然不是全部 出现了一些指责或者是谩骂这样 造成了就说了 对我们马中两国的友好关系 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在我们的眼中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开放 而且包容的一个国家 主要体现在于什么 他们有三大种族 有马来族 有华人 还有印度人 所以说在三个种族在一个国家里 能够非常融洽的去相处 证明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开放 而且包容的国家 而且这里面就是四季如下 马来西亚的本地人 而且非常的热情 物产非常丰扰 而且很少有天灾 可能有一些洪水 这样很少有天灾 所以正是这样的 就说了马来西亚的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 安市的一个环境 可能让马来西亚政府在处理这些危机的事情上面 缺乏了一些应对的一些经验 也在搜查取证和危机公关的能力上可能还有待提高 但是呢 就说了 通过我们黄慧康大使 然后积极的和马来西亚配合了工作来讲的话呢 马来西亚政府一路以来都是在积极的来搜救 所以这点上呢 就说了 我也要感谢马来西亚政府 对我们这个马航这个航班失联之后呢 做出的这个搜救工作的努力这样 看到这些新闻 我们本身也是很通心那样 因为本身我们在马来西亚生活了这么多年吧 所以我们感受到了 马来西亚并不是像一些网上的一些网民的指责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有有这个义务 然后来还马来西亚一个公道的样子 由我们来讲这个事情 到底马来西亚是怎么样的 我们也听到了 就说因为今天可能会有50个家属会过来 然后呢 首先呢 我希望就是马来西亚政府的话呢 能够能够理解他们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这样 因为他们在任何在失去亲人的情况下呢 肯定他们情绪是比较激动的 所以我希望马来西亚政府呢 能够给予一些足够的一些理解 和帮助这样 另外呢 我们也会尽我们的权力 然后在使馆的安排部署下 我们会积极的去协助使馆 然后我们来照顾好这些家属 然后呢 将他们这些所有的生活 一时起居 包括所有的事情 然后来做好这样 然后让他们达到 至少呢 就说了心理上有一些安慰这样 这是我们能做的 就是来自从这边通 puts 你这次一定要聘 integ –